7月8日 焦作市孟州遭遇强队流天气 高达12级的大风和倾盆大雨 踩钢屋顶被掀翻 树木折断 汽车被砸 下面这个地方 虽然风霉那么大 但是这雨下的可不小啊 7月8日 信阳市顾市县出现短时强降雨 部分地区降水甚至超过420毫米 造成严重的城市内涝 有群众被困 顾市县消防救援大队 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救援 接到这个群众求助 有这个一棵树被刮倒了 刮倒以后夹到车上来 有人被溃 我们到现场进行处置 这棵大树可真不小 可见当时的风力有多大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发现 车内还有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习伯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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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被刮掉了 楼下的车辆可遭殃了 中间现在拉上 空不空不空 又上马斯鲁还得到安全脑 提醒大家 最近天气多变 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 做好预防措施 避免发生危险 大嫂体肯定报告